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明 我本来想今天聊一点纯粹美国的内容 就不聊这个台海的事情了 但是呢 我自己好奇 就是说看这个西方对于 中国现在在搞的这个军演 是什么反应 因为这个军演规模很大 而且空前把这个台湾呢 就给围起来了 所以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反应的 我读了几篇文章以后呢 我觉得有一些想法 挺想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先看一下啊 G7呢搞了个声明 他说我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美国和欧盟高级代表 七国集团外长 重申我们共同致力于 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与和平 以及台海的稳定 这句话呢等于没说 这种话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他肯定任何他的声明 他肯定都要说这种话 下面一段呢算是比较重要吧 他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近的口头和行动威胁 也感到担忧 特别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 这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升级 没有理由以访问为借口 在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 GIGES活动 国家的立法者 出国访问是正常和例行的 中国的升级反应 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并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那这么就是又甩锅又说是中国 你这个反应过激了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还是想把这个事情往下压吧 还是就说把它不要说的 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吧 跟着美国人的口气吧 他虽然是G7 但其实这主要都是 应该是主要都是 美国想让他们说的吧 也没有什么新的 然后下面呢说 我们呼吁中国不要单方面 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 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G7成员对于台湾的相关政策 和基本立场没有变化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 等于是还是一中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他虽然没有说 但是他说基本政策没有变化嘛 那等于是就这意思吧 最后一句话 我们重申维护台湾和平稳定的 共同坚定承诺 鼓励各方保持冷静 克制透明 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防止误解 就是就这么几句话 我就我的感觉啊 他这个 他这个声明当然是 是在谴责中国 但是呢 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 里头根本就没有什么 抗议啊制裁啊 连这个严重关切这种词都没有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G7的声明 那我们看看美媒是怎么说的 美媒呢 华尔街日报 就他题目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围绕台湾的演习 暗示其战略 他的副标题呢 说对北京来说 封锁 而不是入侵 可能是一种风险较小的方式 来施展其意志 所谓施展其意志 就是说 让你台湾听我的 就这意思吧 这篇文章里头呢 也没有说什么太多的东西 他也就是介绍了一下 现在在演习 他有的时候用了几个 用了一点这种 好像中国有点 逼迫这个台湾的这个意思 但是也没有 我没有感觉到哈 就是说他反应很强烈 这种感觉 这是华尔街日报 然后是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题目是说 佩洛西访台后 中国在台湾展开军事演习 你看这个题目就非常中性 并没有说这个中国进行 对台湾进行这个威胁 台海局势 这个紧张加剧 什么什么都没有 他里头有这么一段 他说佩洛西本周访问台北 激怒了中国领导人 他们声称美国的高级代表团 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是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蓄意挑衅 作为回应 中国当局宣布 在台湾周边六个地区 举行军事演习 台湾官员称 这无异于对台湾的海空封锁 关键是他也没有说 美国对这个有什么反应 他只是说台湾官员 是怎么说的 海空封锁 然后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带风向的 所以我就特别仔细地读了一下 他的题目是说 中国导弹袭击台湾海域 和日本附近的一些土地 他的副标题是说 南希佩洛西访台一天后 中国已经在台湾附近 进行军事演习 似乎是封闭岛屿式的运行 五枚导弹降落在日本海域 他里头呢 除了他就介绍了一下 现在在进行军事演习 这六个地方 把地图放上去 这六个地方都已经定下来了 什么的 然后呢 他这里头是说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中央电力台表示 其中一枚导弹飞越台湾 标志着中国对台湾的压力 再次升级 并存在严重误判的风险 在回答有关中国导弹 是否穿越台北的问题时 台湾国防部表示 这条途径是这条途径超出大气层 对着陆无害 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吗 对不对 怎么叫超出大气层 对着陆无害 超出大气层 他就回不来了 是不是 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吗 这是台湾人自己在那 国防部自己骗自己 然后底下他说 不过孟将军表示 这孟将军应该是 这个台湾国防部的人 他说这条道路 是中国军队首创 也就是说 以前没有这么做过 这次呢 是这么做了 然后他底下 这句话挺有意思的 他说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孟将军说到 这是军方第一次 在台湾全岛团围内 举行联合军事行动 他说 应该说 这虽然是一场 类似实战的演习 但随时都可能变成实战 这句话比较重要吧 随时都可能变成实战 是不是 然后这篇文章底下 还说到了 就是说有几颗导弹 到了日本的 这个所谓的 日本人自己啊 他自己给搞了一个 什么海上经济特区 就是他自己画出来的 这个有这么几颗导弹 到了他这个经济特区 日本人也有抗议 但中国的反应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不承认 你什么什么经济特区 就完了 中国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解释 我就觉得有意思的是 在哪儿呢 就是说 你听他这几篇文章 他已经 他没有 这没有一篇文章 是正经的是在说 要谴责 要抗议 就是说里头没有提到 任何美国政府 说什么 可是其实听上去 问题已经挺严重了 对吧 纽约时报说他 这个台湾人认为说 随时有可能变成实战 华盛顿邮报 说这是对海空的封锁 对 实际上是对 台湾岛的海空封锁 台湾关系法里头 事实上是把这个 封锁和制裁 都把它定义为 危害和平的行为 所以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严格说起来的话 这些都已经 比较严重的事情 可是奇怪的 就是美国政府 没有任何反应 它唯一的反应 就是跟G7 其他的国家一起 就那么一个声明 那个声明就是我说的 不疼不痒的 那么一个声明 没说什么东西 没有任何实际的 什么制裁啊 什么抗议啊 什么怎么样啊 都没有 就非常泛泛的 就是我们表示一下关心 都没有用这个 严重关心 这种词都没有 也就是说 他美国政府自己 一声不吭 对这件事情 对吧 你现在他有导弹 到了日本的这个边上 他也没有帮日本说话 日本在那抗议 美国也没有说什么 反而那是 中国政府取消了 跟日本的外长会议 就是因为日本是 这G7里头的一个 这个声明里头的一个 其实很明显的 G7的这个声明 肯定是美国主笔的了 日本肯定是 在里头打加油的 但是那也不管 而且事实上是 中国的这个导弹 还跑到他的那个 他自己定义的 那个海域里头 中国也不管 反而还说 我要抗议 我因为这个 我生气了 所以我取消 跟你的外长会议 也就是中国反应 反而比这个日本 还激烈 反而是说你日本不像话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也不敢说什么 是美国也一声不吭 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吧 你一般的来讲 怎么也表示一下 关切一下什么的 都没有 对这次这个 中国的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军演呢 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也没有报道说 啊派罗西去了 这中国政府也什么都没有啊 这不过就是 下不仁嘛什么什么 这种评论我都没有看到 就他 我看到的几个主流媒体的报纸 都没有提这个 对佩洛西的这次出访啊 如果有什么呀 基本上都是批评他 共和党当然不会说他好了 就算他去了 也不会说他好了 共和党要不出声 要么就是有些共和党的人 就是觉得他做得太过分 就是在那挑事 那民主党里头也有人说他 无是生非 一方面的原因 我确实觉得 这个他那边 乌克兰那边 还是搞得比较乱 还是没有完全搞下来 而且呢确实很多人觉得没必要 在这种时候 这乌克兰这边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你又去把中国又给得罪了 确实有不少人是这种看法 所以呢他 他自己觉得他是政治上加分的一件事情 我没觉得给他加上分 他现在就是在报道这个军演的事情 然后军演的事情呢 基本上也都是把他这件事情 军演说一下 现在在军演怎么怎么样 最多也就是引用一下台湾人士的话 也没有说引用这个美国 没有任何引用美国政府里头的 说这种事情 我们不能接受啊 怎么样啊 什么都没有 还有就是佩洛西自己 佩洛西自己刚刚去过台湾 还跟台湾站在一起啊 什么什么 这都是他说的 怎么他也是不吭 你这个跟台湾站在一起 这现在台湾都已经被围上了 你怎么也不说两句啊 你怎么叫跟台湾站在一起 对不对 佩洛西更有意思的是 他到韩国去 韩国外交部都没有人派人去机场去接他 特别低调 总统也不跟他见面 然后他自己呢 必可不谈这个窜访台湾这件事情 按说的话 他要觉得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这么重要的话 他好不容易他算是这个露脸了 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他应该是积了呱啦的一通 对吧 然后一看到中国的军演 他应该再积了呱啦的一通 哎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看完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在那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事实上啊 这个中国政府当时 高调的这个反应 关于佩洛西访华这件事情 中国不是随便说的 中国政府是准备 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不管是说拦截他呀 还是规定一个这个禁飞区啊 还是准备去拦截他呀 还是说破坏他跟这个地面的这个无限联系啊 等等 中国政府有可能是 真的是就准备这么做的 不是随便吓唬吓唬美国人的 美国政府呢 也感觉到了 中国是认真的 所以呢 最终呢 美国呢 实际上是美国人的怂了 美国人怂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没有说 我就是说佩洛西就不去了 不管是说佩洛西自己 一再的要求说 我就是要去 你就得让我去 还是说这个拜登政府自己害怕 最后这不让佩洛西去了以后 国内的人会给他压抑 说你这 怎么这么软啊 什么的 甭管是什么原因啦 他们还是想让佩洛西去 但是呢 他们让步呢 是说 你让他去 安全地去 安全地走 他一走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你只要不登陆 你爱干嘛干嘛 因为他要登陆的话 中国要登陆的话呢 美国还是要反应的 至少拜登可能觉得 他有这个压力要 比较大 要反应 但是除此以外呢 你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呢 就能够解释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政府 那个时候反应的很强烈 最后呢 好像这个 他整个来去的这个过程 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 他对佩洛西的这个访台 没有任何动作 但与此同时 中国现在在做的这个 整个这个把台湾封起来 等于是海陆空 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演习 美国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意思意思 跟那个G7一起 发表一个声明 就就完了 这样做呢 其实挺符合 这两个国家的特色 美国呢 就是喜欢去面子上的东西 就是喜欢去表面的东西 而中国呢 还是实际上 还是拿到了不少东西的 因为你这么做的结果 美国就是说 因为你要记得上一次 发生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 中国是射了一些导弹 但是都是在陆地上射成 是为了吓唬吓唬吓唬灯 并没有什么 事实上对台湾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威胁 在那个情况下 克林顿还派了两艘航母过去 可是今天已经把台湾 都封起来了 美国也没有反应 连嘴上的谴责 都是意思意思 跟别人一块谴责 这个不能不让人有联想 那这样做的 实际上意义对中国是什么 美国没有反应 别人也没有反应 所以航空公司什么的 该停飞机停飞机 这个航运呢 中国是说我不会去打你这个商船 但中国也没有说 我保证你所有的商权都安全 也没有 就是你等于你商权 我现在在搞我的军演 我现在这个 那如果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反正我都告诉你们了 你们自己愿意来去都可以 那不就是实际上 就是中国已经在 有了这个实际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了吗 等于除了台湾的陆地 其他的这个台湾周边的一切 都现在等于就是实际上就掌握在中国的手中了 实际上就是已经控制了这个海和空 只是没有控制陆地 这个不是又往这个统一台湾又进了一步 对吧 你这个佩洛西过来 你是在搞擦边球 你是在窃香肠 那我也搞了擦边球 我也要窃香肠 等于是这么一回事 而这个擦边球这个香肠其实还是挺实际的 你仔细想想哈 如果中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 最后佩洛西没来 佩洛西没来也没什么 他本来就不应该来 那你最后他也就没来 我们大动干戈了一场也没得到什么 对吧 当然佩洛西可能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但是我们猜不猜不他有没有面子了 对不对 这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这么来的结果呢 就换来了这个 很实际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这种东西啊 就是你一旦有了先例了 对吧 那明摆着的 这些航空公司也都没说什么呀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什么抗议呀 你这么做不对呀 是不是 更谈不上什么制裁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事实上离这个统一台湾 真的是又进了一步 中国的这个海军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搞一些这个军事演习 其实是有必要的 连这个台湾人自己都说 你这么一次次搞的话 每次说不准备 哪一次就真的了呀 就是比较稳 这样子做的话就更稳了 我就一次一次的军事演习 我没觉得我准备好 那我就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 到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准备好 对不对 那我说动真的就动真的了 就是说在中国得到的这个利益 还是很实际的 而这个利益呢 是的的确确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的的确确是说 我认真的我要准备 比如说我要准备搞这个金飞区了 真的威胁到了 佩洛西的这次访问 换来的 就是说中国的强烈的反应 包括这些警告 最后的结果 也无非是两个 要不就是他没来 他没来呢 中国也得不到什么 那他真的还是坚持要来了 你这时候中国呢 确实比如说 把他打下来了 或者是结 结在当中出过了问题了 这样最后导致的是什么 确实很有可能就是 两个国家就真的就打起来了 就是正经宣战了 那这个呢 确实就像我以前分析的 有可能非常的惨烈 对吧 导致这个核战争 那为了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 最后弄到核战争 哪怕不是核战争 就是很严重的 甭管是死的是美国人 还是中国人 都是不值得的 为了这个老太太 对不对 而现在这种结果呢 是很实际的 让中国向着这个统一呢 非常实际的又迈进了一步 我是这么看 这是我这么猜的 我是纯粹是根据美国政府 还有他媒体的这些反应 给我的感觉是 他应该是答应了中国政府 因为很奇怪 尤其你佩洛西 你刚说过 我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怎么样怎么样的 现在台湾这么被 六个地方全围住了 他一声不吭 这个布林肯也一声不吭 这个我确实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看他接下来几天 他有没有反应 如果他又反应过来了 又开始怎么着了 那可能是我猜错了 但如果这件事情 就这么过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 两边达成的协议 就是说你佩洛西来 我让你来去 那我接下来的这个 海陆空的 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 你也不许出声 你也不许给我 有任何的动作 很有可能是 这么一个交换的条件 好吧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猜想 跟大家分享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 留言 转发 订阅 谢谢